只需要用盖子套上犬牲打个响指 居然能变出硬币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的天啊 我好像发现了偷忙世界首次的捷径了 这个小婉姨居然可以无限变出硬币 一次能变出四个硬币 那么一百次一千次 岂不是 哇我发财了发财了 让我看看哪里有的卖 哦 这婉姨居然要一百块钱 不管了不管了赶紧下单 离我发家致富的道路不远了 不愧是要我变成土豪的东西 光等这个快递啊 都等了十多天了 不过想想我马上就有很多很多硬币 要我等多久都值得 哇你看这个盒子还挺漂亮的 好紧张哦 看看里面长啥样 哇金光散散的 就只有这个东西了 它是一共三个 一分为三 但是要怎么用呢 要我找一下卖家 哦我懂了 我知道要怎么用了 把它放上去 然后把这一个也放上去 接着摇晃摇晃一下 OK来咯 哇这也变出来了 太神奇了你们看到了吗 那我岂不是可以变出更多的金币 哇我要发财了 咱们再来敲一下 怎么没有 是不是手势不对了 再来啊 啊没有啊 不行我要赶紧找卖家看一下怎么回事 店家说这其实是一个魔术 并不能无限变出硬币 搞了半天啊 亏大了 不行我得想想办法 嗯有了 小高小高 找我干嘛 你信不信 我用这个东西能无限变出硬币 这么小还无限变出硬币 你就确议吧 那你可看好了 首先摇一摇 来来来 哇 是不是很厉害 可以给我吗 这个东西啊可贵了 花了我三百块钱了 才三百块钱 等一下 五百够不够 够了够了 好嘞 慢慢变了 哦 我很快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哦 确实有享受了 让我来变一变 并且说要 摇一摇 然后放在这里 咦 奇怪了 怎么变不出来 小伙伴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给MG告诉我 喵 耶